大家好 您好 您好 首先我要祝菩萨保佑 我今天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昨天从新加坡飞的时候 我爸爸完全不能动 就上不了飞机差一点 然后到了旅馆 我慢慢要昏死过去 非常感谢菩萨保佑 首先我就是想跟一下我爸爸 他的病和身体 是不是灵性的病状 他几几年啊 他是1949年医院的老鼠 49年老鼠是吧 我告诉你 你爸爸的问题在哪里 一个是脊柱 明白吗 还有你爸爸的血液也有问题 血液 血液就是说 比方说心血管系统 血压高 你爸爸血压高 而且你爸爸的肝也不是太好 肝 听得懂吗 是脂肪肝 脂肪肝 而且你爸爸的心脏也不是太好 他脾气很大 经常要发脾气 是 你们是从新加坡过来的是吧 我们是福建下的 转到新加坡 好 我告诉你 叫你爸爸现在不要着急 没有问题的 现在你爸爸我看到了 他的身体是骨头啊 这个腰椎啊 坐飞机的时候就弯了 弯了之后呢 让他整个的身体不能动了 现在呢 台长实际上呢 我在这些方面呢 我不能给你看了 但是呢 我现在因为你做的轮椅嘛 我就给你看一下 好吗 好的 你们大家说要给不给他看一下 谢谢啊 感恩在这儿 这样啊 你呢 老先生 你现在会不会念经啊 他念 好 你现在就 你现在就关心谱了 心理教啊 然后台长给你治一下 我看看能不能让你站起来 好 等等啊 好 老先生 现在先 两个 两个手先举一举 好 把脚抬一抬 脚抬一抬 好 手放下来 把脚抬一抬 好吗 现在台长告诉你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是你过世的兄弟 兄弟啊 你妈妈有没有打开过 掉过孩子 有一个 好 这个过世的人 现在在你爸爸的身上 你听得懂吗 是我妈妈打造的那个 不是 这是你 就是你爸爸的母亲 哦 奶奶 奶奶 有吗 妹妹 看见吗 有一个灵性 在你的身上 我告诉你 你 现在我叫他暂时离开 我可以让你慢慢的站起来 好不好 你慢慢的来啊 我叫他先离开啊 嗯 你答应他给他八十四张小房子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好 来你们找两个人来扶一下他 来 哎 稍微 稍微力量大一点的 来扶一下他 注意 来 好 不要着急啊 好 站好 站好 站好啊 好 放松 好 老先生 好 你们放开 慢慢的 慢慢的放 好 看见吗 站好 看见吗 好 坐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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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关系了 如果一个人只要站的直 说明他的脊柱还有救 如果一个人脊柱完全坏了 他根本站都站不起来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灵性在跟他做怪 希望你八十四张小房子念好了 就没事情了 好不好 请问台长这个灵性是在他的大概什么 就是在他的腰椎上面 他的腰椎上面 他的脑子很清楚 他的左脑比较麻烦 稍微有一点血栓 血栓就是血流不过去 但是他右脑他很好 所以左脑是决定大事情的 右脑是决定小事情的 所以这个人天天管小事情的人 他是右脑发达 天天管大事情的人是左脑发达 所以男人一般都是左面脑子不好 所以左面偏瘫 所以男人是管大事情的 但是也有管小事情的 所以希望呢这位老先生呢 你好好的把这些小房子念走 台长刚刚已经叫这个灵性暂时离开了 但是他不排除还会来 你把他八十四张小房子念好了 就没事情了 我告诉你 我还看见这个灵性跟他长得真的很像 因为你的爸爸的样子 因为你的爸爸的样子就像一个女生和像男生 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偏瘫 没办法了 好了 请问一下我爸爸的那个左腿膝盖 他一动就卡哒卡哒了 没有办法重新 也是这个原因吗 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他那个左腿啊 关节这个地方不好 但是他右腿也不好 只不过左腿声音响 而右腿没有声音 实际上他两个腿只要坐了时间长了 他就站不起来 对不对 对而且他 而且他的左半边的腿和手会动不动就抽 这个就是台长跟他说了 他的左边半边要特别当心 很容易中风 听得懂吗 所以他晚上睡觉这里半边会麻的 对 明白了吗 老先生台长教你两个方法 第一不要生气 第二过去喝酒太多 少喝一点 现在要把酒泡饺 最好每天晚上泡饺 还要赶快吃那个单身片 非常好的 这是关心菩萨说的 单身片是鲜干 绝对是活血化瘤 非常好 好不好 好了好了 可以吗 你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和房子 你家房子还挺到 佛台也蛮好的 你爸爸过去做过关 有点谢谢 有菲萨来过吗 好了来过 谢谢 好了 好好的修好好的修 谢谢 谢谢